今天要為大家訪問到的是我們台灣射擊界的歷史性人物 李孟遠 歡迎孟遠 他在巴黎奧運為我們的台灣射擊界設下了第一面獎牌 先跟我們線上的觀眾朋友們打個招呼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孟遠 孟遠想請教一下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歷史性的第一面射擊獎牌 奪下這面銅牌的時候 當下的感受是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當下就很想哭 很想哭 對 因為我當下其實我下來我眼淚就已經有流出來 對 然後一坐到後面就是一趴下去 反而義大利的選手在安慰我 義大利的選手在安慰你 對 因為其實當下下來我又開心然後又難過 因為我當然是想要往金牌衝 是 對 可是最後還是吃以願違 所以就是 就這樣 好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射擊的賽事進行的過程當中 必須保持專注跟冷靜 當然你其實表情也看不出來你有什麼情緒的波瀾 當下到底是怎麼樣讓自己的心情保持平靜的呢 其實我是一直不斷地給自己鼓勵 心理給自己鼓勵跟做一些呼吸的調節 對 盡量讓自己保持在一個沒有任何東西的狀態 就是完全焦點在那個情景下 對啊 在奪牌之後你其實也跟媒體朋友們說 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超越你的成績 有沒有什麼話對那些正在努力 往射擊界這個方向努力的後輩 給他們一些建議或者是鼓勵嗎 其實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隊裡面也蠻多 比我還要有天分也很努力的人 只是他們可能在比賽的時候 就可能在那個七級沒有表現出來而已 我覺得說一直堅持下去 你至少經過不斷的失敗以後 你墊起來磨磨磨磨到現在一定會成功 因為我也是這樣過來的 我以前失敗的經驗也是比人家聊得多太多 是 所以這次有這個成績 我就想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們都可以 對啊 謝謝孟元的分享 以及謝謝孟元的堅持 謝謝你 也期待你在下一屆的洛杉磯奧運 再創夾機了 謝謝 趕快回到我們的奧運英雄派對玩吧 好的